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挪威画家蒙克就是话呐喊的那位可以算是表现主义的第一人 但这个思草是在德国发扬广大的 今天来看展的人还是不少的 如果展宫是限制容量的大家要排队了 德格陆表现主义艺术派系其实比较复杂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次极深的展览 极深的这次展览 乔社和南奇事社的作品 前者是1905年在德国的德雷斯顿成立的第一大艺术社团 代表人物有基西娜 黑克尔 他们的作品色彩非常明快 放弃了客观的真实 更多的使用平面和线条 来展现主观的类型 这个牛派的作品 以人像和风景为主 这里我给大家展示一处细节 这是梵高的 奥违的风光 可以看到笔触是一种 非常规则的图 乔社的风景画 不仅传承了梵高的粗框 更是如同泼墨一般的品数 这幅画是黑克尔的专场 显得更有情绪张力 但色调总体来说比较积极 乐观向上 第二大流派南奇事社 则是以代表画家 康定斯基的一幅作品秘密 这个流派没有统一的风格 都有擅长 代表人物是康定斯基和马克尔 康定斯基更是抽象艺术创始人 这个展也收录了不少他的作品 而部分作品已经萌生了 在后期的抽象之内 而马克尔则擅长画动物 他认为动物 是原始和囤结的象征 象征着自然的一种和谐 这次展上 还有一些其他的流派 比如新客观社题材的绘画 格罗斯的作品 他是一位擅长画讽刺画的画家 他的作品曾受到母讯显罕的赞誉 提森家族的第二代人 汉斯南爵 作为一个德国人 自从1947年开始 就和德国的表现主义 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1961年到1993年 博物馆正式成立 收藏了大量德国表现主义的作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大叔 为了大叔点赞 你们的支持 为了大叔下去更新的动物 我们下次再见